接下来我们来看使用Vica实现KNN分类算法的一个实例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主要也是进一步的让大家去数据Vica这个数据挖掘平台的一个工具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家学习掌握KNN的算法 能够设置不同的参数来进行分类的分期对比它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方便我们对算法进一步的深刻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打开这个Vica的平台的工具集把数据导入进去 同样我们还是使用之前使用过的鸢尾花卉数据集 打开数据集之后 界面上就可以显示这个数据集相关的一些描述信息了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整个花卉数据集里面包含了五个属性 一共150个实例的数据 在每类数据中我们可以通过右下角的可视化的一个图形界面中 可以看到各类数据所占的一个比例的情况 我们选择具体的一个方法 在分类数据集下我们选择IPK的一个算法 这是Vica中实现K近0的算法的一个名字 在参数设置这里 我们在KNN这里面先把参数设置为6 选择为6就是说明我们希望先把参考邻居的数目设置成6个邻居 其他的参数我们默认即可 选择开始按钮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分类结果这里的输出的内容 在结果列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上的一些统计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分类实例 是一种混淆矩阵的形式给出来的 在结果中 我们还可以查看分类的正确率错误率等信息 刚刚我们是使用参数为6进行计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调整这个参数之后 大概结果的一个情况 我们将KN的数值修改为3再一次运行 我们会发现与上一次运行的过程相比 它的正确率变小了 那么说明在一定范围内 K值越大正确率会越高 为了进一步观察可视化的分类结果 我们可以在结果级的列表上进一步鼠标右键 来点击它的可视化执行的一个内容 当K等于6的时候 可视化的执行结果是这个样子 弹出的窗口给出了各个实例的散点图 最上方的两个框是选择横坐标和纵坐标 第二行的color是代表着散点图的着色的依据 可以在这里我们点击保存按钮 把分类结果保存下来 这是当K等于3时候的可视化的结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通过 用Python的方法对Kn的算法做一下简单的实现 这一部分我们需要要求大家能够按照Kn的算法的步骤 用Python的语句去简单实现Kn的一个算法内容 首先第一步就是创建脚本文件了 我们在开发环境中运行新建一个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项目名称起名字 叫KnDemo 并选择对应的一个工作区 把它所有的设置的内容都可以选择一个默认的方式 点击Finish就完成了一个创建 项目完成之后 我们右键点击KnDemo这个项目名称 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Python文件了 接下来这个步骤我们就需要编写Kn的算法了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需要大家有一点编程的基础 来尝试用Python的语句来完成Kn的算法 需求就是用以下的鲜艳数据 我们输入这样的一个两个属性 分别归属于两个类别的这样的一个实例 然后用Kn的算法对未知的类别进行判别 我们编写Kn的一个Python的算法 我们尝试着这样按照算法的步骤 给大家把核心的代码附在这里 第一步就是创建一个数据集 在这里我们把输入的一个训练样本的数据 作为输入集录入进来 我们创建一个矩阵 每一行表示一个样本 这样就会把两个类别共四个样本的数据创建进去 第二步就是Kn分类算法函数的一个定义的过程了 第一步我们先计算距离 下面这些代码都是在列举着距离方法的一个计算过程 都不是很复杂 这是第一步计算距离 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对距离进行排序 排序好距离之后 第三步就可以选择KG最近0了 第四步计算KG最近0中各个类别出现的一个次数 第五步返回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类别标签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Kn的一个算法实现的程序 编写好Kn算法程序之后 我们还需要再编写一个Kn算法测试的一个验证程序 验证程序的代码相对更简单一点 我们在这一款登篇的截图中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主要就是输入一个未知的样本数据 通过调用Kn的分类算法 我们不获得出它的预测分类的结果 第三步就是观察运算结果了 我们将测试好的Python程序进行调用执行 得到的输出结果就是 第一个数据1.21它的分类结果是为A类 第二个数据0.1 0.3 它的分类预测的结果就是B类 所以以上我们就是通过用Python的语言实现 给大家也做了Kn算法实现的一个示范 那么希望大家通过这两个实验 对Kn的算法有更进一步的理解